美国现在的困境是保留美元霸权还可以过几天才主生活 如果放弃美元霸权那大家都没有饭吃 那你说放弃美元霸权制造业会不会回流呢 在我苦逼写作《日本调查报告》这一周 美国那边已经闹翻了天 一会儿特朗普险席被成功刺杀 一会儿拜登宣布正式退选 民主党开始争抢新的花式人 一会儿美国各企业大佬纷纷站队特朗普 连死敌扎克伯格在7月18日接受彭博社采访时都猛夸特朗普 在脸部中枪后站起来挥舞着拳头 后面是飘扬的美国国旗 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厉害的事情之一 特朗普Facebook和Instagram账号可是扎克伯格下令疯掉的 2023年初恢复后 特朗普还在7月10日怒骂扎克伯格 说他当选美国总统后 要把这些选举无弊者送进监狱 牢底坐穿 两人处于政治死敌状态 扎克伯格能这样说话 这是他当众认怂 主动向特朗普低头 也不止扎克伯格 塔斯社7月21日报道 眼看多次声明不支持乌克兰的特朗普要上台 则连斯基都说可以跟普京谈判 尽管乌克兰现行法令禁止这些 这么说吧 全世界都知道特朗普要赢了 世界各国各大型企业都在为迎接特朗普执政做好准备 以试图将他带来的冲击损耗降到最低 拜登执政四年 美国内部撕裂其实缓和了一些 明面上闹得没那么凶了 特朗普上台后 美国内部撕裂将会更严重 美国同全世界切割也会更严重 不仅要跟中国切割 也要跟盟友切割 逼着盟友们把钱吐出来 特朗普将带领美国本土红脖子 跟世界各国抢钱抢资源 后面四年 世界各国都够喝上一壶了 美国出现这种内斗严重的政治格局 我们既要问原因又要问结果 这篇文章讲原因 后面我再写篇文章讲结果 当然我还是会尽量把事情讲得通俗易懂 这世上各股政治势力 代表的就是一个群体的利益 政治势力就是替他们群体利益说话的 所以我们只要搞清楚了利益链 就搞清楚了美国人 怎么把国内政治玩成这样的 我们先说特朗普背后这股群体 他们是怎么形成的 这股势力的故事要好讲一些 因为有大量的历史资料 电影 歌曲 小说 记载他们的行程 建议大家先阅读我的美国绝不尽强 以方便理解美国 这是篇被标题耽误的好文章 我以后出版时要换个名字才行 欧洲人1492年找到美洲后 花了好长时间才开始大规模向美洲移民 英国人是1607年在北美东海岸 见詹姆斯顿 法国人是1608年在加拿大魁北克插上百合花旗 都是在100多年后才陆续进入北美地区 前面也没多少人口跑过去 真正大规模迁徙 是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以后 一个是土豆普及导致欧洲人口大爆炸 这个可以参考我写过的 英国与日本两个岛国的全球战略 这里面讲了欧洲人口暴增的原因 另一个天天打仗 大家都受不了了 没法好好过日子 欧洲土地也不够分 大量德国人英国人爱尔兰意大利人就往北美跑 想在北美找一条活路 当时去北美的基本就是欧洲穷苦一代 美国人对欧洲老贵族都有思想刚毅 一直后来发财了 还是争抢想去这些老贵族的女儿 买他们的奢侈品和城堡 以显得自己家有品位 不是啥爆发户 欧洲当时向海外一共跑出去5000万人 其中有3500万人跑到了美国 跑来的人太多 至是美国这边出现了 爱尔兰人数量比爱尔兰本国人还多 犹太人总数量比以色列本国人还多的奇怪现象 世界各地的人口 根据他们跑过来的先后顺序和历史发展原因 决定了他们怎么安家落户 英国人 爱尔兰人 意大利人 犹太人来得早 所以多留在了美国东海岸 黑人因为被卖到南方种植园当牛做马 所以多留在了密西西比和南部流域 墨西哥人住在离他们本土近的西南区域 古巴人住在离他们老家近的佛罗里达 华人因为是修铁路和打工赚钱来的 所以多留在了纽约和洛杉矶 不过这个国家的底色还是德国人和英国人 他们构成了美国的人口主力 多得要散步在美国各地才分得完 大伙儿吭哧吭哧来到美国的过程极艰苦 移民们带着全部家当 就是过碗瓢盘破铜烂铁 甚至家畜 一起被塞进破旧的船舱 里面又黑又潮又挤 人畜混合又容易引发疾病 饿死的脱水死的 晕船吐死的一个接一个 死了的直接被扔进大海喂鱼 死后连立个坟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移民们都管这个船叫棺材船 特朗普自己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他祖上是德国小镇卡尔斯塔的一个酿酒师家庭 他们家最小的儿子弗里德利西 在德国找不到出路 1885年16岁时 拎着一个箱子坐船到纽约来讨生活 只是1885年的船只已经没那么恐怖了 要不估计也活不过大西洋 弗里德利西刚到美国时只会讲德语 那年头美国还没有统一语言 大家都是鸡同鸭讲 幸亏弗里德利西有门手艺 靠在曼哈顿当理发师活下来 弗里德利西没在纽约赚到大钱 就想去西部找机会 靠着做理发存下来的钱 坐火车去到西雅图 于1891年请了两名意大利厨师 在当地开了家餐厅 完成了原始积累 西雅图就在今天的华盛顿州 美国最西北那个角落 它下边是俄勒冈 旁边是蒙大拿 等一下我们就会讲俄勒冈和蒙大拿的故事 弗里德利西后来又深入华盛顿州矿区 在那开旅馆兼做赌场和妓院生意 赚到第二笔钱 1898年清朝忙着变法的时候 弗里德利西千辛万苦把旅馆搬到怀特豪特 继续为三千名矿工提供餐饮和妓女服务 一直到这个国家越来越法治 其境过来把他赶跑为止 这时候弗里德利西已经赚到一些钱 之后他回到纽约在皇后区投资房产 1918年死后给儿子留下一笔遗产 特朗普家族就一直沿着这条事业线盲房地产 直至成为今天的大富豪 讲特朗普家族的故事 是为了告诉大家 特朗普家族就是在美国西晋运动中发的家 而西晋中大部分美国民众 就是今天支持特朗普的红脖子 欧洲移民大批量来到美国后 美国东部13州已经不够住了 而且美国又拿下了中西部大量土地 刚好人口和资源都需要激活 美国就鼓励新来的移民去西部拓荒 交10美元手续费就可以拿到64公顷土地 连续耕种5年以上 这块土地就是你的私有财产 64公顷等于960亩 近千亩地 在中国是毫无疑问的大地主 这跟白宋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 红脖子们要拿到这些地 风险太大了 那是要玩命的 别说从东部纽约出发 去到俄勒冈领土地 你就是从南部德克萨斯出发 去到俄勒冈 少一半的路程 这一路上都跟玩命没啥区别 建议大家先看一部 非常优秀的美剧 《黄石1883》 这部剧对于帮助我们理解美国的行程意义重大 是历史迷和地理迷的优质下犯神剧 里面讲述了达顿家族第一代的西晋故事 简直就是美国血淋淋的西部拓荒史 里面一只从德克萨斯出发 以德意为主的一百多人西晋小队 就是去俄勒冈领土地的 但当年西部可是一片荒漠 只有马车一种交通工具 结果这一路 这一百多人被毒蛇咬死的 被马车碾死的 过河淹死的 被印第安人射死的 被土匪打死的 陆陆续续 全挂路上了 达顿家族第一代 因为碰巧在蒙达拿养伤 拿到了印第安人送给他们的蒙达拿三百万亩土地 真正走到俄勒冈的就一个德国人 这哥们全家死在路上 自己还因为被毒蛇咬进了池 主持拐杖 独腿面对960亩地 在那一个人孤独地开荒 一百多人 成功到达目的地的就一个残疾人 差不多百分之一的存活率 当然电视剧肯定有夸张成分 常常为了荡气回肠 故意荡气回肠 真这种死法 美国人会死光的 实际死亡率大概百分之十左右 反正没坐船来美国时的死亡率高 那时候华工从广东坐船到西海岸 死亡率能到百分之五十 谁比谁惨啊 而且美国人这一路西进 还不断杀印第安人 把印第安人顺手杀到只剩二十五万 美国各个家族到达中西部后 开始在新土地上开枝散叶 一带一带繁衍 而后面铁路到达的地方 就会自动形成一个个城镇 作为周边的贸易起散点 大部分美国人就以这种方式生存下来 如果换成在中国 他们就是一个个大地主 土地太富裕了 富裕的让其他国家的国民流口水 这些人后代的生活方式 大家可以看电影《狼桥一梦》 里面就讲述了1965年 爱达河州一个农场家庭主妇 一个人在家时 跟一个路过的摄影师瞎搞的故事 里面主角的生活场景 就是标准的红脖子生活场景 家里一幢大木屋 周围全是农田 农田中间夹杂着公路 村民们都特纯朴 要买东西 就得开车去几十公里外的诗集 就是这些人的后代 2024年都扛着枪 支持特朗普去了 电影里的爱达河州 恰好就被华盛顿 蒙大拿 俄勒冈三个州夹在中间 历史和地理放在一起读 加上一点电影 电视剧和乡村音乐 去理解他们 真的很有意思 差一句 我到现在也搞不懂 狼乔一梦的世界观 自己丈夫出了个门 自己有俩娃 在家寂寞 跟一个过路的搞上了床 这他娘的什么可歌可泣的爱情 女主丈夫就不是人 女主丈夫活该戴绿帽 你们这对肩夫淫妇 就该被拍成电影来歌颂 开拓美国中西部的红脖子们 除了拥有农田 他们在小镇上原本还有工厂 是分布在整个美国的各种轻工业工厂 什么家具厂了 轮胎厂了 五金一压建厂了等等 啥厂都有 红脖子们生了一堆娃 这些娃有很大一部分 不种地了 就在镇上的工厂工作 这些人依赖美国的农田和工厂工作 这些人的工作离不开土地 我管他们叫本土派 但是美国搞着搞着 搞出了一个人数较少的金融派 开始跟本土派抢利益 金融派是全球化加美元霸权的产物 因为金融派人少 产生的时间也不太长 所以关于他们的文艺作品就少得多 要了解他们的话 可以看华尔街 华尔街之狼 大空头这些 金融派不仅仅是搞金融的 在全球呼风唤雨的跨国企业 也不由自主地加入了金融派 这些企业里 又以互联网企业最明显 比如拥有Facebook和Instagram的扎克伯格 本土派就是现在的共和党 金融派就是现在的民主党 不要去咬文嚼字 翻这两党过去的历史 他们以前曾经支持过谁什么的 这些没意义 你只要记住 他们现在的利益是啥就行 扎克伯格属于金融派 所以他要支持民主党 只是眼看着特朗普要打他了 再站出来说几句服软的话 那这些金融派具体是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美国在大城市这拨人 发现用全球化和美元霸权赚钱 太他娘的容易了 比在工厂累死累活 钻车间要容易的多 金钱滚滚而来 党都挡不住 拥有美元霸权之后 美联储就得加息降息 有一段时间必须得加 有一段时间必须得降 这个加息降息的过程 对于美国制造业的冲击太大了 因为制造业的纯利润非常低 低到只有3%到5% 还要养活一大堆工人 冒着被环保组织和其他工商税务部门收拾的巨大风险 美国现在最顶级的制造业 英特尔的纯利润是8% 特斯拉纯利润是5.3% 波音甚至是亏损的 2023年亏了22亿美元 而美联储当前利率是5.25%到5.5% 一边砸几百亿美元搞工厂 养活几万名工人 类似累货一年赚三个点的纯利 一边只需要把钱放银行躺平睡大觉 就有5.5个点的利率 换你 你选哪个 你想失业报国 但国家得先不坑你才行 国家带头坑失业 你还怎么报国 从美元成为全球货币开始 红脖子在小镇上的家具厂 轮台厂 五金业压进厂 注定就要倒闭 因为工厂主发现 干这个还不如搞金融 投股市买美债不比这箱的多 然后红脖子们咋办呢 他们都不再是生产者 全成了纯消费者 沃尔玛会在他们镇上连开三家店 三家招两百个人 每人给八美元的时薪 就将以前的工厂替代完了 没工作的红脖子们空虚颓废 不断的结婚离婚 吸毒酗酒 搞出了乡下人的杯葛 事情并不复杂对不对 就是全球最顶尖的金融产业 吸食了美国的实体产业 只要有金融产业在 美国的实体产业就活不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对金融业要进行监管 要把金融业的高薪打下来 只允许金融服务于实体行业 不允许金融吸食实体行业 同时我们将来的人民币国际化 也要谨慎推进 不要将人民币玩成现在的美元 要将人民币的应用范畴 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否则我们也会搞出新的 乡下人的杯葛 美国人的利益本来是一致的 但是美元霸权出现后 他们的利益就不一致了 代表金融和全球化的民主党 要赚全世界的钱 然后把赚来的钱 分一部分给失业的红脖子们发福利 就算是稳住了基本盘 如果红脖子们不干活 他们就低价请外来老公 还搞一堆政治正确 安抚外来老公 而代表本土农业和制造业的共和党 想把工作机会拿回来 不想拿福利混日子 他们就要反抗 找一个代言人上白宫说话 于是他们找上了特朗普 说他是天选之子 死蛋都打不死的那种 但美国现在的困境是 保留美元霸权还可以过几天财主生活 如果放弃美元霸权 那大家都没有饭吃 那你说放弃美元霸权 制造业会不会回流呢 不知道 因为这个社会实验没做过 风险又太高 没人敢做 别看美国本土派推出来的特朗普 跟金融派推出来的民主党 打得乱成一团 但他们的核心是没变的 他们舍不得放弃美元霸权 既然自身原因不能动 那就怪别人 怪中国抢走了工业机会 怪沙特全世界卖石油 怪欧洲盟友分走了太多钱 怪日本韩国 要我们驻军保护 最后就要跟中国切割 也要跟盟友切割 逼着盟友们 把钱拖出来 我现在看狼桥一梦 就觉得特有意思 那个风骚的家庭主妇 代表的是美国本土派 祖上要死要活 才在这里生存下来 而那个一身精英气质的摄影师 代表的不就是美国金融派 主妇见到摄影师 身子骨就软了 非要往别人怀里扑 他们两个敌似缠绵 却还要怪天道不公 拿起狮子就要砸我们 你说说我们这些 中国的吃瓜群众 惊喜不惊喜 意外不意外 哪里有什么 特朗普大战民主党 哪里有什么 本土派大战金融派 只有一个舍不得 放弃美元霸权的奢侈国家 不反省自己 反而在那儿 骂骂烈烈 不停要责怪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